赵传奇 大嫂 什么事 别以为你大哥是个抠门的人 这些大洋 都是楚家寨的弟兄们 用性命换回来的 不能因为你需要 就平白无故地那么轻松地给你 不然他对手下的人没法交代不说 回头谁都来要 那就乱了规矩 这是我们的私房钱 你拿去用吧 赶紧疏通关系 大哥大嫂 朕是深明大义 直到轻重唤急 少在这儿说漂亮话了 我虽然是一介女流之辈 可也知道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来来来 兄弟收好 以后 以后啊 咱俩就在一个锅里摸勺子 亲上加亲 这事我还真得感谢兄弟您哪 你啊 先进来再说 等有机会 我跟大队长说几句好话 再再提拔你当个头子 这二小队啊 虽然不如一小队 你说是不是啊 那是那是 看守老房多好啊 活比其他地方还轻松呢 再说了 那还不是我自己要求的吗 对对对 来来来 喝酒喝酒啊 喝酒 来 喝 来 羊鸡豆腐 又香又便宜的羊鸡豆腐 杨山面子 别喊了别喊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该回去吃饭了 装什么勤快啊 再打一会儿 我还有半山豆腐 卖完我再回去 那行 那随你 我们先回去了 你注意安全啊 好嘞 豆腐 羊鸡豆腐 豆腐 又香又便宜的羊鸡豆腐 豆腐 又香又便宜的羊鸡豆腐 快 快快快 动作快一点 快点 快点 快 快走快走 快 那后来呢 何小姐 是在什么地方养好伤的 看来板田大佐是想把我灌醉 然后从我口中 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何小姐 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难道不是吗 如果板田大佐知道 我在哪里养伤 也就意味着知道了 八路军的确切位置 接下来你们就可以进行 下一步地清剿行动了 何小姐过于敏感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不是最好 我只想告诉板田大佐 我是名职业记者 我只报道有关战事和作战双方的 生活环境以及伤病情况 不会向任何一方透露 不应该对外报道的内容 我个人非常尊重何小姐 做人做事的准则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 你是中国人 这难道不会 让你在工作中 有意地偏袒一方吗 不错 我是一名中国人 但是板田大佐也许忘记了 我同时还是瑞士国籍 在为瑞士时报服务 我一定会秉着 公平公正的角度 去做每一件事 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你能有这样的信念 确实令我佩服 我也相信何小姐报道的 都是属实的内容 属实 说到属实的话 我发现朝日新闻 报道了一些极为不属实的东西 说什么我被八路军抓获 还动用了刑法 真是过分不知道是谁 在歪曲事实编造谎言 如果方便的话 还请板田大佐 利用您的身份 澄清这件事情 还八路军一个清白 给新闻界一个真实的报道 只要有机会 板田愿意效劳 谢谢 我敬您一杯 来 哥哥 你这个朋友啊 我李宝乐交定了 那是当然的 你这位小兄弟我交定了 改日咱们再喝 何小姐 来 谢谢 不客气 火爆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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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哥哥 看上那个小逆子了是不是 你啊 就别想这好事了 啊 那那你的 他可是外国报社的一个大记者 日本人都怕他 就怕他在报纸上 说日本人的坏话 那那个男人是谁 他呀 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板田游一大佐 看见了吧 这大记者就得跟他日本大官在一起 找个意思啊 都站在这儿干啥 赵春奇 你可回来了 咋了 出场这儿了 杨善面子失踪了 失踪了 好好一大活人 怎么会突然失踪了 弟兄们收摊的时候 他说还剩半山豆腐没卖掉 他要卖完了再回来 结果我们都吃完饭了 发现他还没回来 我们到街上找了一圈 豆腐摊子还在 人没了 坏了 估计是徐三炮的人干的 那 那怎么办啊 大哥 从现在开始 大家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 或者是尽量不要出门 什么 不让出去 我们大老远地 跑到这儿太原城里头来 买栋宅子 就是要把自己关起来呀 大哥你别着急啊 我已经打电好了 明天我就到黄邪军里去当差 有我在黄邪军里面罩着 咱们就敢跟徐三炮干了 怎么着 你还这样去当罕奸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管他当不当罕奸 你赶快把杨上面子救出来吧 是 但只能再让他受两天委屈了 大哥 你得安排一下 晚上得让弟兄们值夜班 还有啊 再重写一块牌匾 明早就挂上去 什么 换牌匾 为什么呀 不能再用你的姓去做牌匾了 不然的话人家会以为 你就是楚家寨的带头人啊 我本来就是嘛 小心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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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来 走 这倒是进城了 进城了 把老子的信都给改了 这要是传出去 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割 我这老脸往哪儿割 咱们在城里也没有任何熟人 传出去怕什么 没人知道 就算是没人知道 那我死了之后 我怎么见我老祖宗啊 你这个人呀 就是面子比命重要 事已至此 你是保命还是保面子 你可得自己定夺好 这个时候你让我定夺了 你不是什么都听他的吗 看看你这扫性脸 怎么着 你还吃赵传奇的醋啊 行了行了行了 别跟我这儿打哈哈了 你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 你把话说清楚 我怎么想了 行行行 不用你胡话 我还没老到那份呢 你慢着点你 那个何世慧口风很紧 不敢透露有关 八路根据地的任何情况 赵传奇呢 何世慧 有没有说见过他 我问过他 但他说 根本不知道谁是赵传奇 更不知道 他就在八路的根据地 他在撒谎 将军官侠 为何如此肯定 有关赵传奇所有的报道 我都了如指掌 我曾经在 暴露编曲的报纸上 读过赵传奇的文章 署名秋叶 我查过这个秋叶是赵传奇的笔名 他说没有听说过赵传奇的名字 显然他是在隐瞒实情 是我的失职 我会再去找他问清楚 你可以和他深入地接触 但是不要提起此事 毕竟从他那里获取中国人的情报 是最便捷的渠道 而且他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先稳住他 明白 快 说说吧 想死还是想活呀 想活想活 大爷 我尚有八十老母 现在还有老婆孩子 我不想死啊 大爷 你知道尚有老母 下有老婆孩子是吧 那你告诉我 你们从哪里来 我 我们 我们是谁啊 别在这儿装糊涂 就这修水街 你们那帮做买卖的 都从哪儿来的 我不知道啊 我是他们从城外找来做豆腐的 他们说这儿生意好 可我来了之后 一天也卖不上两扇子豆腐 不想好好说话是吧 行啊 先揍他一顿 来 过来过来给我走 大爷 我还给你走 别走 小老爷 老爷 别走 别走 你 你 你什么人啊 抱了点儿兄弟 可是我赵三雷啊 赵三雷 哎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别提了兄弟 我能有这副模样站在这儿 就已经不错了 昨天晚上咱俩一分手 我就碰到徐三炮那活人了 幸亏我跑得快 不然一定会被打得 瘸胳膊断腿啊 昨天晚上打的 对 那你眼睛怎么到现在还流血呢 哎 哎 哎 怎么现在还流血啊 那是因为我早晨一出门又碰到他们了 对我又是一顿毒打呀 哎呀 哎呀 他们下手可真够狠的 扒成了这模样 连你老娘都认不出你了 你认不出就好 你说什么啊 哎 不是啊 哎 我说这些衣服是给我的 可不是吗 哎 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试用期间是不会发服装的 哦 瞧这腰带啊 牛皮的 哎 八雷兄弟 啊 枪呢 什么枪 这当了黄学军 怎么不得有配枪嘛 想什么呢 这是试用期不可能给你发枪的 哎 贵极还挺多的 哎 新大队长啊 喜欢古董 有机会啊 给他逃万一像样的物件来 啊 这事就成了 哎 还有啊 一会儿见着他 可别乱说话 简好听的说 明白吗 啊 啊 啊 明白 啊 明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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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跟进他过来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思量啊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赵三雷 思量 你别随我教啊 你叫新大队长 啊 新大队长好 这 这什么情况这是 让司令见笑啊 这是被徐三炮那帮人给打的 能从徐三炮手里逃出来的人 也算是有本事啊 是我有福气 情急之下 就喊出了新司令的大命 于是他们就手软了 谁 谁是新司令啊 谁都知道 大哥您本来就是司令 不过是受了些冤枝 才被日本人给揪下来了 不过在我的眼中 你永远都是一方司令 在我手底下做事 你可得放机灵点 千万不能给我招惹什么麻烦 若是你给我惹下是非 或者是得罪了皇军 我可是不讲情面的 明白 我明白 行 那就这样 先到二小队使用一段 看看情况再说 谢谢 谢谢大队长 等等 ay 怎么办 Love 礼 skin 他们怎么不不能再做 仔细也 cas 从禄上就这么个人 百分 很急 便宜将 就是让日本人听见了 那不是在给您老人家惹麻烦吗 说不定 还会以为您老人家想造反 这可是要杀头的 你不是一般的买卖人 有头脑很机灵 我总觉得你我有缘分 能在您的手下当宅 确实是我的缘分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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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老子会重新爬上去的 来 谢谢 你好啊 小姐 喝点什么茶啊 我想喝去年的石竹子茶 好嘞 请坐 好 谢谢 喝石竹子茶 必是干火太盛啊 石竹子茶 就算不去干火 也能去师辟邪啊 为何偏偏要去年了茶呢 陈茶不造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请帮忙 把这封店门发出去 好的 放心吧 不过何小姐以后不要亲自来 因为到我这里来喝茶的 很少有年轻的单身女子 最好派一位先生来 我正在物色以为这样的先生 只是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 您这是 就当做酬劳吧 我不知道你们国君什么规矩 我们不是为了钱干这个的 我知道 这是我们筹建电台的经费 但是我的联络站 已经被日军给破坏 既然用你们的电台 干脆就把钱花在你们身上 把钱收起来吧 这不是钱的事 好 我明白了 干什么呢你 赵传奇 真穿上这身汉奸皮了 看来这汉奸当得也不容易啊 还得自己弄枪 不拿枪我怎么进徐三炮架 不进徐三炮架 我怎么去救杨山面子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突然这会儿这么着急啊 就是时间久了 我怕杨山面子扛不住 秃露出来 他也秃露 咱们全躲就完蛋 别忘了把东西给我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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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兄弟 知不知道徐三豹的宅院 到底在哪里啊 在柜头街拐个弯就是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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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还扛得住啊 徐 再起动水来 别 我说 我说 我都说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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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竟敢找上门来 我的弟兄们可都在外面候着呢 只要我的枪一响 他们就可以用搜查八路军奸细卫兵 冲进来把你们这里砸个稀巴烂 我看你是活腻了 连我们徐三豹 徐老爷都敢惹 你别废话 我们黄薛金可是有日本人罩着 想灭谁就灭谁 把这个卖豆腐的交给我 我就放人 放人给他 行了 爷 行了 我知道是谁跟我作对 这就够了 放人 大哥 他就是赵三雷 这位兄弟呀 什么来路啊 我徐三炮跟你们黄邪军没有过节啊 至于搞这么大动静 不如交个朋友 既然徐赞爷想交朋友 那就交嘛 但是既然是交朋友 不如送我个见面礼好了 我看你那个屋子里 那个小罐罐就不错 就是那红色的 兄弟 石狐话呀 好家伙可了不得 景德镇的 又李红 整个太原城都找不出第二家 拿 是 谢了啊 谢了 谢了 还有啊 徐三爷 我们刚到太原城不久 有口饭吃 那就很吃足了 从今天开始 你霸占的那些个街道呢 我就还给老百姓了 从此以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徐三爷 你坐好 千万别送你 我一见 有种 胆枪匹马就敢闯我徐赴 这还是头一道 真有种 怎么样 新大队长还算忠义吧 你真的要送给我 哪还有家 是我孝敬给您的 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个 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别蒙我了 就你这副样子 就算祖上传下来的这个物件 你也留不到今天 寻大队长真是火焰金睛 即使这玩意儿 是我打上了所有的家当 从鬼市上逃回来的 你也懂这个 不不不 我哪懂这个 我不懂 我就是找了一个 董行的朋友 让他帮我长得眼 有机会把你那个 董行的朋友介绍 给我认试一下 好 一点一点一点 不睁眼的熊瞎子 果然是真贴的 再来呀 你的试用期就算过了 明天你就可以到 二小队上岗去了 谢谢大队长 谢谢大队长提拔 谢谢你 三连啊 我记得前两天 你这头上的包 是在左边的 怎么今天跑到右边去了 那个包早好了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 出门碰的 你这伤该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头上的 包头那脚子 抬起头来 睡觉那个 醒醒 大白天睡什么觉啊 借着睡吧 三磊 干什么呢你 有几个犯人不老实 我这看紧点 没事 没事 不错了 你这犯人看得还挺仔细的 你也不用一个一个盯着看 跑不了啊 不是 我认真点 不是也给兄弟你掌练吗 兄弟 咱们这就这几间牢房吗 怎么了 你还想要多少间牢房啊 这你还嫌不够操心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 哥哥刚刚来 那不得了解一下情况吗 这个院就整几间牢房 不过黄军那边还有十一间牢房 那边关押的可都是重要犯人 大哥 城里人怎么都不算卦啊 就收了这么点 下次啊 我让你算 我给你钱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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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啊 大哥 我这儿今天多 你看 看到在这儿了 真是不少啊 不少不少 看来还是卖豆腐赚钱 多做点 好嘞 好嘞 好嘞啊 好 新京的货 以后别喊大哥了啊 叫老板 好嘞 来来 我给你看看 大看 你看 是我的 好好好好 你命中有桃花 你看见没有 真没想到啊 在城里做买卖这么滋润 这就是满大街收钱嘛 大哥 大哥 你看 这是我的 这个我留着吃馄饨了啊 行 留着吧 去 大哥 这赵传奇 不不 赵先生 还是主意证啊 您看看 咱在山上 十天半个月也等不来一单活 大哥 这是我的 这进了城啊 天天有活干 是啊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来 老子 老子 等 等 等 你追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去啊 给日本人的牢房送饭去呗 我帮你 爹 不用不用 我提的都 你看看你客气什么 咱们都是兄弟 再说了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不能忍心看你拿这么重的东西 不是 来 我帮你 我帮你 你看看我客气不停的 你这提的都什么呀 我说 黄军那边的犯人 吃这么好的东西啊 头已糟 听说 今天有一个国际记者团来采访 所以啊 他也就要给犯人们 做一顿好吃的 堵住记者们的嘴 难怪呢 我帮你 你拿好 好 来来来来 刘孙走走 来来来 刘孙 你慢点啊 走 台阵 我帮你送饭呢 他试试 回去带朕进去 他跟我一块儿呢 好好好 架放这儿 走 进去 开饭了 开饭了 开饭了啊 都过来吃饭了 开饭了 开饭了 赶紧开饭了啊 赶紧吃饭了 吃饭了 都吃饭了 都起来起来 吃饭了啊 吃饭了 走 都起来吃饭了 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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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你干来好吗 吃饭不积极 是不是想死啊 想不想吃饭 关你这个狗汉奸什么事啊 你活腻了 你敢骂老子是狗汉奸 你等着 老孙 来来来 你过来 你把钥匙给我 钥匙呢 打开门 我不把他打死我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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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匙日本人拿着呢 这里观着都是不怕死的猪 你别跟他们计歪了 算了吧 你没钥匙啊 没有 在日本人手里 好 我们对在押战俘的饮食 卫生尤其重视 现在是他们的午饭时间 请大家看一下 战俘们的饮食 我们提供得很好 我们大日本皇军 本着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虐待 请大家随意拍照 请问你们平常 吃的也是这样的吗 我们平时吃的东西 狗都不愿意吃 今天这儿 都是小鬼子演给你们看的 我们的侧队 何小姐 请遵守我们的采访制度 为警允许 不得向战犯提问 好了 对战俘的采访到此结束 走 大家赶紧离开这里 好了好了 快记者 走吧 就到这里吧 走 你 大家走吧 好 快走 你大白天约我出来见面 太危險了 是有什麼急事兒嗎 沒有急事兒 我不會冒險找你 根據情報 我們軍分區內部 有一個滲透進來的 日軍間諜 我們想通過你的關係 幫我們挖出這棵毒瘤 我會經歷的 可現在我真的沒有 這個經歷和時間呢 在黃蝦軍裡面 不是有你們的人嗎 為什麼不讓他 來做這件事情 我沒聽錯吧 黃蝦軍裡面有我們的人 是真的嗎 是啊 那個趙傳奇啊 你說什麼 喝喝 喝 來 老尊 老尊 喝呀 起來喝 老尊 老尊 這就醉了 起來再喝呀 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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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情況 咱們出去看看 你別動 介入 不管怕成什麼情況 千萬不要下床 聽見沒有 就算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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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出去了 快點 快點 奇怪 为什么探着灯花弹这么慢 而且灯光从不找到老门前 这么重要的犯人 怎么连个巡逻的鬼子都没有 蹊跷 对不住兄弟 你还得再坚持两天 走过这儿 给我下 杀 走 走 走 这是怎么没回事 来 来 来 救命 可惜 快 起床 由于是 要对 快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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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凉的号角 让热血取迹最强的风暴 让刺刀山药吧 最快的风暴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 敌人的疯狂 让气质漂亮吧 最红的太阳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新的车 让热血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